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你們在那個各位的講義上面 下面 最下面是不是有一個那個業尾對不對 就有我的那個資料齁 那不好意思 我買關鍵字 老師需要買關鍵字齁 您可以用這個 這個關鍵字 素文老師就會找到了 真的有廣告的 所以你按這個 我就會付錢 好嗎 老師要行銷一下啊 不得說躲在學校就 就這樣子齁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會先進到我的這個所謂的部落格 那我部落格上面會有 寫蠻多文章齁 你從左上角這邊這個選單這邊 可以找到就是一些相關我上課的標籤 就是那個文章的標籤 那我蠻常在各個學校就是去演講有關於翻轉學習 還有就是像您剛剛所看到的我們現場 會這種即時的錄影 教學錄影的部分怎麼做怎麼錄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我現在常常去很多學校演講的主題 那麼您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呢 還會看到一個就是跟OneNote有關的 這個叫翻轉學習專區 翻轉學習專區 因為我在OneNote上面其實有很多的就是公開的課程 公開課程 所以如果您有興趣的可以進到這邊來看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有幫OneNote錄製了一系列 就是你該怎麼樣去使用OneNote 該怎麼樣去使用 該怎麼註冊 然後呢同學怎麼學習 還有老師要怎麼備課 甚至呢像 因為早上的那個溫醫師的部分 他的簡報我也認真看了一下 他也在提到那個翻轉學習嘛 就是其實我們不是只有在學校 我們醫院裡面也需要嘛 也需要 那所以這個呢 整個團隊的經營 他這裡面其實在OneNote裡面把它稱作班 我把它稱作班級 就是班級的一個經營也有 那最後呢可能你需要一些 用久了之後 需要一些比較 有一些技巧性的 欸我就再另外再整理在這邊 所以如果您有興趣的也可以來這邊看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的部分呢還會有 創意簡報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說真的 PowerPoint我用的很少 我大部分都是用您剛剛看到那一種簡報的方法 那所以這裡有兩個 我現在您剛剛看到是叫Pray 會這個 另外有一個我也常用的 叫Focus Guide 好兩個都還不錯 就是以新制圖為導向式的做簡報方法 那這個會有別於各位平常就是一頁一頁的那種簡報式 比較不一樣 所以如果您有興趣 我在上面都有 那第二個呢 我有開YouTube的教學頻道 所以我如果是公開的研習的 我會在這邊 你點進去之後 會在這邊 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會像這樣整理起來 好比如說像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那您點進去之後 就會像這樣看到 我會 跟平常好像各位在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Powercam 有沒有 Powercam現在改名叫Avercam 對不對 跟他一樣 就是我會 一段一段的 像這樣整理好 那原則上都是 每一段都會 盡量會維持在5到15分鐘以內 就一個主題一個主題 所以如果您想看的時候 就點看看哪一個主題 是想要看的 回家就可以複習這樣子 這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另外呢 我的開課訊息或研習地圖 這邊您就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我即將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我的碳足跡這樣子 點下去你就會看到我在哪裡上課這樣 所以我都會把它記錄起來 這樣的話其實我自己也很清楚走到哪裡 各位我們今天是來到 又往南前進了一點 離島我們金門 今年也才去過而已 哈哈哈哈 金門有一點 哈哈哈哈 坐風機飛過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 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說 您覺得說 這些有些 那個 主題 你有興趣的 都歡迎您到 YouTube頻道 或是 那個部落格上來看一看 我們應該看到 我應該看到 我們應該看到 那些人 有些人 也要不要 也是